好,各位企友大家好,那最晚期是今天12月3号进行的无情圆杯世界女子围棋赛决赛的第二局 由黑方崔金对战白方余之盈,我们一起来欣赏下 开局双方都选择二连心,然后在左下方走了一个定势 白棋点脚,黑棋挡出,白棋一爬,黑棋一飞,白棋二路拖 接下来双方选择米刀的定势 接下来的棋手都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定型方法 黑棋拆边,之后白棋抢到一个牵手,肯定要把黑棋右边的这个模样打散 白棋可以选择小飞挂,那黑棋夹过来,顺势把右边这块棋安定 实战白棋高挂,当然黑棋还是可以选择夹击 实战黑棋小尖,比较看重脚上的时空 白棋拆边,这个地方是一个先手,瞄着黑棋上方这个断顶 所以说黑棋虎一个,白棋挡下来,黑棋往前一跳 实际上也就还原成白棋小飞挂 然后走了一个尖顶定势,黑棋往上补断 接下来白棋肯定要在右边补齐了 这个地方如果说白棋选择贴柱的话 看上去好像比较扎实,但是步调会稍微有些慢 黑棋往前大跳 虽然说白棋靠住之后再一沾,黑棋连回 旁边还有个断点,但是这一带行程作战的话 很明显白棋比较不利 因为白棋一手棋没有办法封锁黑棋大龙 自身比较薄 然后白棋右边这块被封锁的话 马上还要继续做活 所以说正下白棋不太好 实战白棋往前一飞,黑棋点过来 试一下白棋的应手 其实这个时候白棋简单贴住补断就可以了 黑棋往外一飞,白棋一虎分断黑棋 这样的话黑棋上方还要再补一手 白棋直接靠出 虽然说这一手棋的交换白棋有些损控 但是总体来说白棋右边这个木树上的收获还是非常不错 这样下白棋可以满意 实战白棋选择尖顶 黑棋往二路扎钉,白棋一扳,黑棋一虎 接下来如果说白棋想要吃住右边这两颗子的话 可以选择一路倒虎 然后黑棋点刺,白棋再补一手 黑棋往外一跳,白棋跟着跳 但是很明显 现在白棋这个棋型跟刚才相比 就稍微显得有些局促 实战白棋顶一个,黑棋先一冲,破坏白棋的眼位 然后二路断打 这样的话白棋右边的空就被破坏了 所以说这一代的战斗白棋稍微有些吃亏 实战白棋往前大跳,黑棋跟着跳 白棋再一跳,黑棋再往前一跳 那白棋上方这一串还要继续出头 AI的建议是白棋往上大飞 本身这手棋就可以限制黑棋往左边拆边 而且以后白棋在上方点刺 先手一顶再一扳 这个地方以后再沾上的话 这一代其实白棋的棋型非常扎实 实战白棋往前一跳就会存在一个问题 如果说黑棋现在往上大飞的话 这一代白棋并没有获得太多的时空 实战黑棋先往右边补一手 这手棋还是想威胁白棋这块棋的眼位 那AI的建议是白棋选择坚冲 虽然说白棋右边有些保位 黑棋冲完之后再一穿 但是白棋完全可以把右边这两颗子看清 黑棋切断的话白棋往下一飞 黑棋再往上一冲白棋单退 至少白棋的联络没有太大的问题 而且我们可以注意到 白棋下方这一代的潜力就撑出来了 黑棋如果说现在选择打入的话 会比较有风险的 因为毕竟黑棋中间大龙还没有安定 并且白棋周围的这个借用非常多 黑棋现在选择打入 很有可能被白棋缠绕攻击 所以说白棋选择坚冲非常不错 实战白棋大跳 但是这样也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黑棋可以选择五路飞 这样为空 这样的话黑棋就把下方的这个空全部撑出来了 而且白棋的潜力就不存在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白棋的选择稍微有些问题 实战黑棋在上方挂脚 这手棋白棋也必须要跟着走 如果说选择拖先在下方靠住的话 那黑棋往上一飞直接分段白棋 这样的话白棋还是有些危险 白棋往上一跳 然后黑棋补一手 就算白棋可以从旁边冲断的话 首先大龙还要继续出头 脚上也牵了一手棋 这样下白棋不太好 实战白棋跳一个 接下来黑棋还是可以选择往这一飞继续唯恐 实战黑棋往左边小肩的话 就让白棋抢到先手在下方补棋 黑棋的C手棋可能是稍微有些问题 那白棋靠住肯定是最为紧凑的一个下方 先把这个模样全部撑出来再说 实战白棋拆边的话 黑棋大跳就是一个好点 因为本身这手棋就带有一定目数 而且白棋右边这一块还要继续补一手 接下来黑棋就暂时不要选择靠压了 因为靠压完之后再一场 首先对于白棋右边这一块 并没有太大的威胁 白棋的眼位还是非常丰富 然后被白棋一长 黑棋的这个地方还要继续补断 这样的话黑棋反而会损失一些时空 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暂时先不要走了 以后黑棋还保留打入的权力 实战黑棋往左边逼住 然后白棋在上方打入 黑棋点刺 白棋先手一并 然后小肩分断黑棋 接下来黑棋抢到一个先手在下方打入 总的来说现在这个局势还是非常漫长 接下来主要就看下方这一带 以及左上方这块的定型 好 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 稍后给大家带来后续的解说 好 往二路一夹一路打持 黑棋沾上 关键是白棋能够走到这一手二路扎钉 对于左上方这个空里面的味道非常有帮助 黑棋上方这一块还要后手补活 然后白棋再往下方定型也来得及 如果说白棋现在往左边靠住的话 因为黑棋左边多了一手打入的子 所以说现在黑棋在选择靠押 这一带形成作战 黑棋会比刚才更加有力 始战白棋选择二路扎 那这手棋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先手 黑棋现在完全可以选择反击 黑棋可以先在中间一点压缩白棋的眼位 白棋要是小肩连回的话 黑棋再往右边飞刺 在出头的同时威胁白棋的联络 虽然说白棋靠下去 这一带空白棋稍微便宜一些 但是会被黑棋抢到一个先手 往二路飞刺 这样的话白棋左下方这一块就非常危险了 始战黑棋还是选择反扳 那白棋往旁边一虎 这两手棋的交换 白棋非常不错 不仅是眼位稍微好了一些 然后对于自身的联络也非常有帮助 黑棋往右边一跳 这个时候白棋要注意 如果说选择冲断黑棋 形成一个作战的局面 白棋比较勉强 因为周围全是黑棋的子 这个时候如果说白棋三路爬回 虽然说也可以联络 但是会比较委屈一些 始战白棋二路跳回 然后黑棋往右边走了一手 其实这一手棋并不是一个先手 白棋只需要小尖连回就可以了 始战白棋先在右边打持 黑棋山上 其实这个时候白棋的选择也非常多 也可以在右边靠住 当然如果白棋选择切断的话 那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个结针 这个结对于双方来说负担都非常重 还是比较有风险 但是白棋可以简单 顶一个然后再一虎 这样定型的话 其实白棋已经非常满意了 因为黑棋左右两边都需要补齐 黑棋要是往左边连回 那很明显 右边白棋可以继续打持 始战白棋小尖连落 这个地方如果说黑棋冲完之后 再往右边一飞 白棋也完全不怕 简单连回就可以了 黑棋一挤 白棋断打完之后再一沾 黑棋断打白棋沾上 很明显黑棋上下两块都需要补齐 正下黑棋行不通 那始战黑棋往左边一跳 这一手棋想要在扩张模样的同时 接应下方这两颗子 这个时候当然白棋也可以选择 直接在上方补齐 这样的话白棋全盘的实控非常多 但是会稍微有些危险 因为黑棋直接可以冲断 那白棋稍微有些麻烦 白棋当然也可以选择靠住 然后先手一虎断吃这颗黑子 这样的话本身就带有一定目鼠 而且还瞄着左边这手飞断 那黑棋这两颗子联络上也有问题 这个选择其实白棋已经可以满意 实战白棋往左边一飞 这个地方如果说黑棋还要跟着走的话 那白棋肯定直接选择拖先 在上方补齐 这样下黑棋就落空了 所以说实战黑棋继续在左上方掏空 往上一虎白棋打持 接下来黑棋面临选择 反打的话就会形成一个转换 看上去好像黑棋把左边这块空打穿 但是以后白棋左边这颗子 还是有跑出的空间 那黑棋这块棋还是有些薄 所以说实战黑棋还是撑这个结 白棋提节 黑棋在右边找结材 提节 白棋在上方一夹 这个地方黑棋并没有选择虎一个 这样下的话可能觉得以后白棋一路打持 这个黑棋目数上稍微亏一些 所以说黑棋在右边断打 白棋提节 黑棋在上方挖针 这个时候白棋左边就需要补齐了 如果说白棋选择打持 更加严厉 但是这边始终牵了一手棋 以后如果白棋不补齐的话 黑棋这颗棋筋还是可以跑出 这样的话白棋上下两块被分断 还是有些危险 所以说白棋直接选择打持 黑棋提节 其实这个节白棋并不怕 因为白棋在上方有非常丰富的节材 那始终牵白棋往左边大飞 在破坏黑棋左边潜力的同时 下一手棋就可以分断黑棋左边这颗子 黑棋在上方打持 白棋提节 黑棋右边打持提节 白棋沾上 下一手棋黑棋往右边飞 这个地方想要造劫财 其实白棋简单联络就可以了 虽然说黑棋在这一带多了一些劫财 但是全盘白棋的劫财还是非常多 这个节白棋完全不怕 始战白棋在上方断打 其实这个地方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 因为以后黑棋在上方二路断打 这个节仍然存在 而且白棋右边这个联络就出现问题了 这个时候AI的建议是黑棋往右边飞 白棋站上 黑棋直接选择贴住 白棋要是小肩 黑棋顶一个 然后再往旁边一挖 白棋要是往上一冲 黑棋站上 白棋上方还要继续补断 黑棋中间可以继续封锁 所以说正下白棋已经非常危险了 始战黑棋往旁边单并一个 这样的话白棋还是可以选择联络 可以简单靠住再一虎 黑棋打持 白棋在上方贴住 黑棋要是继续在上方打持 二路断打 白棋提节 其实这样下白棋要比始战好很多 始战白棋往左边一飞 分断这颗黑子 然后黑棋靠住 先连回这两颗子 白棋在下方靠住 黑棋一扳 白棋一顶 黑棋连回 其实这个时候白棋局势 还是非常不错 只要简单往旁边一虎 黑棋打持 白棋粘上 因为黑棋下方还需要继续补断 黑棋挖毡 白棋就把右边这个断点补上 这样的话白棋这一带 完全不用损失任何目数 然后再跟黑棋拼上方这个截针 白棋还是非常有把握 但是下一手棋白棋出现了问题 就是选择切断 被黑棋往右边靠住 那很明显白棋右边这块棋 全部被吃掉了 这个目数损失非常惨重 而且这一带已经出不了棋了 白棋要是切断 黑棋二路打持再一沾 这一手棋还是一个先手 白棋要是在下方收气的话 黑棋直接选择在上方打持完之后 再一打直接一气门 很显然白棋不行 所以说黑棋站上 白棋还要继续补齐 黑棋再一扳 白棋站上 黑棋在下方打持 这样的话 右边的这个目数就被黑棋全部拿住了 所以说白棋刚才这一手切断 是非常有问题的 实战黑棋靠住 然后白棋二路立 黑棋下的也是非常凶狠 继续拼上方这个截阵 白棋踢截 黑棋靠出 白棋再一冲 黑棋再踢截 白棋在右边找截裁 踢截 黑棋切断 这个时候白棋的局势已经非常不利了 所以说AI的建议 还是白棋继续拼这个截 先把这颗子尝出 黑棋提截 白棋在右边有一些截裁 在上方截裁也非常多 所以说这样下的话 白棋可能还会有一些机会 但是实战 白棋直接提掉 选择转换 这样的话 白棋全盘的空就不太够 接下来简单收官 白棋切断 黑棋沾上 白棋继续补棋 黑棋打持 白棋连回 黑棋往上 先手一并 白棋沾上 黑棋打持完之后 阿努力 这样的话 黑棋上方这块棋 也彻底没有问题了 白棋回到左边受控 黑棋从上方一路度过 白棋打持 黑棋提掉下方这颗子 白棋继续往左边定型 黑棋挡住 这个地方 白棋要是跳一个 这边形成对杀 白棋切也不够 所以说 左边这个空 已经被黑棋围住了 白棋往上方一跳 小尖 黑棋打持完之后再一虎 白棋上方打持 黑棋提掉 白棋一路搬先手 再一冲 黑棋顶住 白棋收棋 黑棋补一手 白棋打持再一沾 黑棋往旁边一跳 走到这儿 白棋就认输了 那这盘棋的转折点 主要就是在 右下方这一带的定型 如果说白棋全部连回 右边这一块 然后跟黑棋拼 左上方这个结针的话 可以说白棋的局势非常不错 因为全盘白棋的结材非常多 但是 右边这块棋 被黑棋 全部断开之后 这样的话 白棋目数的损失就太惨重了 接下来白棋直接选择提掉 进行一个转换 但是白棋全盘的目数 肯定是不够了 接下来 简单收棺 白棋 就没有翻盘的机会 好 那这一盘棋 就给棋友们 带到这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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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